這正天不見的時候 你可以看桌美 觀眾午安 我是許甫 歡迎收看綠野先桌美 週三的下午一點鐘 就會跟大家來準時見面 在我旁邊呢 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施政風視教授 大家好 今天我們除了 只要講國內的議題 其實小小的爆料一下 就是在早上的時候 我臨時想要換題目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一個 最新發展的事件 我認為他值得關注 那正好施老師 也是這方面的專長 所以我們今天開頭 我們要談的是種族歧視 是談的是華裔的種族歧視 現在在美國看起來是越影越烈 我們首先先透過一段畫面 來看看這個最新 這是一位台灣女生 非常年輕才31歲 叫做Teresa 她呢 她是真的從台灣 然後去美國念書 念完之後念設計的 結果先因為疫情的關係 回到台灣來 然後現在看下疫情慢慢控制之後 今年4月她又回到美國要去找工作 結果就在幾天之前碰上了這個狀況 我們來透過外電的畫面來看一下 這畫面上是 她大概是在美國紐約 接近時代廣場附近 那時候她正在跟她的朋友走在街上 突然就碰到一名飛翼的女子 你看她原本是跟她的另外一位朋友 走在街上 結果有一個飛翼的女子就過來 然後有點 她的意思是說她先開始 這個飛翼女子難難自語 她也聽不清楚她在講什麼 那時候大概是晚上8點40分左右 她本來要去坐地鐵 然後後來呢 這個女子 飛翼女子就拿著狼頭 往她的頭這樣子 猛烈的攻擊 讓她也縫了七針 然後她裡面的說法是說 希望她把口罩拿下來 那當然這個不知道她的用意 或是不知道她的 想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總之這個Teresa 發生這個事情之後逢了七針 她現在覺得美國不安全 所以她暫時的回到台灣 其實在這之前 她要來美國找工作的時候 她的媽媽就跟她講說 現在一來是疫情的關係 二來她覺得她看到最近 很多美國在歧視亞裔的行為 她怕女兒受到傷害 或是覺得有點不安全的狀況 沒想到真的就碰上了 像我們這後面的畫面呢 就是在美國各地發起的 包括了就是希望說 停止仇視亞裔的一些行動 我先請問一下施老師 就是說你怎麼看 過去當然前一陣子或去年 大家講比較多的就是說 美國的非裔民眾 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 大家有發起類似這樣運動 覺得白人在歧視他們 但這一陣子以來 其實看到不管是 我不管是大陸人 不管是台灣人 不管是韓國人 或是菲律賓人等等相關人士 其實在疫情的期間 不斷的有被歧視的狀況 你怎麼看這樣的現象 我先想說 一些是結構性的 一些是文化性的 我先講文化性的 文化性是這次讓它有 藉口或是藉題發揮 也就是說美國人一般來講說 如果你有生病的話 就必須要在家裡休息 那休息的兩三天 甚至長一點一個禮拜 那一般來說 他們會認為說去學校是比較快快樂樂的 在家裡休息有點好像犯錯 被處罰不能去學校 那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說除非就是說已經真的不行了 爸媽媽媽或甚至於小孩子自己 都想要想辦法撐著去 他說會趕不上進度 少學到的那個感覺 所以一般我們的社會也肯定 那在這次疫情 COVID-19的時候呢 那我們其實老百姓是還蠻緊張的 但是你看到美國或歐洲一些國家來講 他們基本上還是認為說不要戴口罩 所以背後裡面就文化不一樣 就是說你生病的人就不要出去就好了嘛 所以呢你幹嘛戴口罩出來呢 這裡就有這樣子 你說你幹嘛 你是不是有已經感染了 或怎麼樣了 你是那麼自私呢 我想這大概是背後有這樣文化的 但是在文化的背後裡面 還有一個就是整個對亞裔的這樣子的歧視 甚至於是仇視的 我看應該是仇視的 也就是說 我們知道美國黑人是 他們還是有種族主義嘛 種族歧視嘛 白人歧視黑人嘛 我想受過教育的大概比較不會 但是整體來講整個美國的 很明顯這20年或30年全球化裡面的分配不均 那中產階級不見了 那接著就是說這個黑人在這個中下階級裡面 越來越多了 那個剝奪感相對不相當的強 那問題就在這裡啊 這美國的歷史來講一波一波的 好像就是說後來的會在最下層 做人家不要做的工作 他是一個移民國家 那你後移民的你可能 就好像我們看到有一些是外配也好 或者是偷偷進來的入配也好 他們不能有工作 可能他是偷偷在洗車的 你在地下室啊 在台灣也是類似這樣做 像以前我們也一樣嘛 以前有一些人偷偷的就是跑去洗一碗嘛 非法的這個樣子 到美國去打工的時候 但是沒有想到說好像 第一個就是說 是不是黃總人亞洲來的呢 他們來的都是有錢人的 會瞧不起他們 或者是他們翻身比較快 所以當然他們就相當的不服氣啊 對老師講到這個 其實我們就來看到一個數據 其實從1989年到2017年 這最上面的就是亞洲人 對他的收入 你可以看到 他的收入是一直在上面的 甚至比平均來講 比白種人或是比說其他的種族 或是比所謂的非裔族群來講 可能在最底層 所以老師剛才講的意思就是 開始後來的這些亞洲人 他們發現他們的收入 或他們的社經地位 感覺是比較高的是不是 所以就是說你看啊 我們看最早美國五葉花 就是清教徒嘛 英國道 那當然是被破壞嘛 然後後來一批一批的 你看不管是從 這個北歐來的 或者從義大利從希臘哪邊 基本上還是比較辛苦的才會想要移民嘛 就是說美國他會開始把印第安土地拿走以後 中西部以後 那就必須要白人來開墾嘛 那那些所得會比較低的啦 但是呢我們這一波 其實我們早期戰後台灣過去的還沒那麼明顯啊 但是可以看到像後來80年代 或者現在中國過出去的那些人 其實所得都是比較高的啦 所以當然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知道開好的跑車啊 幹什麼的念好的學校 那黑人你知道黑人要念大學很困難 除非你是打球隊嘛 有獎學金啊 所以你知道那個相對剝套感是比較強啦 就變成說 可能他們在成長的過程中 飽受歧視 但我不知道是會有那個心理狀態 就是說所以我對一些其他 可能同樣是所謂的美國的有色人種來講 我必須要展現我的強大 來彌補那個心理的血汗嗎 我舉個例子來講 大家知道物色事件 那我們知道物色事件就是日本警察 跟我們原住民的衝突 好那但是其實背後裡面 我們都不知道 其實那些警察很多是沃沃的警察 那但是講日本話 我們也聽不出他的腔調嘛 對不對 聽不出來 但是呢 因為沃沃人在 他是比較慢收進去的嘛 所以呢日本人多少也是會 會歧視他們嘛 其實某種程度也 當然現在應該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但是那個時候啦 戰爭期間嘛 所以他們到臺灣來的時候 當然就有一點 記頭關本記那種感覺啦 是就會發生這樣的狀況 但是我們是看到越來越多嚴重 我來看一下這邊其實有一些統計 我稍微講一下 這有一個針對亞裔種族歧視組織 這個組織 他說從去年開始收到美國50個州 跟華盛頓特區 3795件歧視亞裔的事件投訴 在過去兩個月就超過了500起 也就是說越來越嚴重喔 他說大部分就是口頭騷擾 然後但是有11%是身體攻擊的事件 然後呢大庭廣眾之下你看 現在25.3是在街道 9.8在公園 不過這邊就看到受害族裔的劃分 4乘2是華裔 其中韓裔佔了14.8% 越南裔跟菲律賓裔分別佔8.5跟7.9 所以說華裔還是佔大部分 但是第二個就是韓裔 我不曉得老師之前在美國留學的時候 有碰到這個事情嗎 就是怎麼可以去解讀說 哎這個亞洲人特別是華裔的人 你看台灣人大陸人等等 將近五成是比較受到種族歧視 或是受到種族歧視迫害的 所以最早如果說他們有這樣子的亞洲 其實就越戰以後 因為有一些越南人啊 他們是幫助美國的 那美國有義務把他們移到 帶回美國 那多多少少會有一些衝突 生活習慣不一樣 那接下來比較多的是韓國人 日本人比較少 日本不太喜歡移民過去 除非也先是以前的早期的 那個早期的戰前的移民 那韓國人呢他們是很拼的 譬如說我們通常不會去的 韓國人會到那個黑人的 黑人區裡面 黑人的住宅區裡面 就開那個甘馬店 你會看到那個水果有沒有 裡面是甘馬店 外面就是排那個水果蔬菜排得很漂亮 在黑人的住宅區裡面 以前大概就是兩種人會去 義大利 義大利你知道黑手黨嘛 比較強悍嘛 那韓裔的人為什麼 韓國人是強悍 韓國人是強悍 民族性也是很強 所以通常臺灣人 那當然臺灣人相對之下移民去的 我們知道臺灣去的早期是留學生 留學生大概是中西部嘛 在公家單位實驗室嘛 那後來差不多80年代的時候 在加州這邊的 就是洛杉磯或 甘馬館 Oranji County 或者這邊紐約的法拉盛等等 算是基本上是比較有錢的 比較有錢一點的 所以有錢的這個時候 那你知道就會讓人家不高興 那其實這裡有兩種啦 除了說黑人他是相對剝奪感對不對 那白人通常他如果是社會經濟條件 比較不好的 也會認為說我們搶到他們的機會 搶了飯碗 對所以我們不太曉得這裡面統計 裡面就是說攻擊者那邊 到底是黑人白人 有沒有統計這個樣子 但是我想兩種應該都 但是問題是說白人 如果受夠教育比較高一點點 通常他是歧視是 你知道嗎他有偏見在心裡啦 歧視是有 但是他不會用那種行動的暴力的啦 但是老師剛才其實講說 除了有整個歷史跟社經地位的因素 這兩年的疫情可能加劇了這個狀況 我們看到很多人認為說 新冠疫情就是你們亞洲人 不管你們誰啦 就是你們帶來 你們身上就帶這個病毒要傳染給我們 所以造成這個歧視越來越嚴重 因為這個是今日美國有報導說 四分之一的美國在最近幾週曾經目睹 有人把新冠疫情怪在亞裔身上 這造成了另外一個 我覺得有點難過的現象喔 就是說 截至今年二月 因為疫情開始慢慢的減緩 開始有些小朋友去上學了嘛 70%的亞裔幼兒園跟12年級以下的學生 他們還是仰來線上教學 這個比例比白人學生多出了45% 為什麼他們擔心去學校受到 其實受到攻擊 所以我才想問老師說 過去當然還沒有這個疫情的情況的時候 可是在早期你自己是不是曾經也噴過 我現在還沒有講之前 我先講一下其實這幾年 在COVID-19還跟川普有關係 因為在川普的這幾年裡面 就是說你知道歐巴馬那時候選上總統嘛 那時候已經在醞釀種族的那樣的對立了啦 那川普其實他的支持者等等 心風作浪我必須要這樣講啦 那像我自己的話 我自己以前在Iowa中西部 那這樣子一般來講 因為中西部那邊外國學生少啦 大致上同學老師都磕磕磕磕磕磕 坦白說啦 那但是譬如說我自己也碰過 那個修車的美科技 那你知道我們一般叫 紅脖子這樣子的紅脖子 我不曉得中文要怎麼說 但是他說他是在修車子 那甚至你也修車 應該也是磕磕磕磕磕嘛 那但是呢就是不曉得為什麼 他就用扇子機罵我 然後要我滾回你們國家 還是我白人同學看不下去替我去提告 我的同學是在市政府上班的 他覺得怎麼可以這個樣子呢 你即使是外國人也是 但是大家都是平等來念書的嘛 OK 那我們在 我講的這種其實有一些是無形的啦 譬如說我在申請博士班的時候 我太太在伊利諾 俄伯納磕磕磕磕磕 我要申請到那邊念博士嘛 在一起嘛 OK 那當時他們就拒絕了 拒絕的理由是我們不想收外國人 那理由是說我說我太太是有獎學金 不行啊 我不用啊 我就免學費 他說不行啊 你們外國人都是這樣子 每次念一念拿一個學期就拿成績單來 然後呢說你看我念那麼好 為什麼我沒有獎學金 這是歧視 那因為他們說經濟情況不好 他說除非你爸爸是外國大使 我記得那個時候有兩個學生 一個是聽說是一個印度大使 一個是中國的樣子 就是你有頭有臉的人 我就給你 就意思說你不會拿我們的獎學金的啦 除非你帶你們國家啦 比如說中山獎學軍或國王部啊 或怎麼樣這種的啦 什麼叫做你們我們獎學軍 就你如果你是這個學校的學生 那你就是憑著學業的成績去拿嘛 那你就不要進來啊 你進來就有這樣的問題 你就會把我們 因為你進來又變成我們嘛 所以我回去跟我的指導 說是指導老師講 他說Oh my God 他意思是說那個 你知道跟我講的那個人 有兩個人跟我 你知道我跟他談 通常就是我去看我太太嘛 通常順便去拜訪嘛 而且我太太的指導老師 也為了要留我太太你知道嗎 也為了留我太太幫我去寫介紹信 我老師也幫我寫的很好介紹信 那就是經濟情況不好 那兩個人跟我講 一個黑人老師 然後後來那個人就乾脆自己 跑到英國博民航去了 還有一個人是我忘了 是不是余佑任的孫子 我忘了就是你知道 他就是戰後就移民過去 他意思是說我們不是歧視你啦 我們對所有外國人都這個樣子 我不是只歧視你 我是歧視所有的外國人 對你講這句話 我老實說Oh my God 這個是歧視啊 因為美國他們的你知道 他是移民國家 靠的就是你有能力就來跟我們比 如果不錯的話 我們就給你獎學金嘛 對這不是大家想像中的美國是這樣子的嗎 就是說用人為財嘛 你有能力你就來 所以後來我到Ohio去 所以我太太也跟我到Ohio去了嘛 那基本上我們去修課的時候也都還好 因為他答應給你三年的獎學金嘛 但是其實到最後一年的時候也是會碰到說 你知道經濟情況不好嘛 然後就會cut嘛 那不同領域會搶錢 然後外國學生當然是被犧牲的 那但是後來也好你也知道美國人有好人有壞人嘛 所以我們美國老師 所以我打去圖書館打工打過一陣子啊 也拿過我記得後來拿的圖書館獎學金 那後來呢我的老師又幫我去爭取的一些東西 所以說也有一些比較有偏見的啦 就是你太會念書了啦 成績太好讓人家討厭 也還好啦普通而已啦普通而已啊 就是說除外他們後來比如說有些學校 比如說日本人留學的很少啦 像後來中國去的都蠻有錢的 所以自己帶錢來嘛就比較不擔心啦 可是老師你看喔 從過去老師念書至少也三十幾年 也不止四十幾年 我是86年嘛 86年14年 大概14年嘛 現在二十三十幾年啦 三十五年前嘛 其實在更早期或是到現在為止 美國對不管是外來的人 或是說國內自己的種族 歧視蠻嚴重 但是我注意到前陣子美國大動作的在 針對中國大陸的那個新疆事件 在指出說種族歧視事件 當然我看到中國大陸的官方啊 或是媒體也回頭說你們美國自己 種族歧視才是最嚴重的 不然你怎麼看這樣子這個事情 我坦白講啦 你知道嗎 我今天來中天我就知道會問我這個問題 因為我看過 沒有我看過類似的 我必須要說啦 我必須要說啦 但當然對於中國對於少數民主的怕 你知道他有不同的做法 軟硬兼施等等 我也可以理解 我說我可以理解啦 他們有他們的治理的管制的方式 我可以理解 但他那個手段照什麼樣的程度 是不是有一個普世的還有一個 但是其實美國某種程度 表面上啦 表面上啦 你看他對印第安人是怎麼樣的 就是自生自滅嘛 就是在保留區裡面 除了你開賭場 這次開賭場不好啊 你知道有色情嘛 有黑道的有毒嘛 OK 這個是這樣子 那你看他們以前是如何欺負夏威夷嘛 硬把他吃掉嘛 那同樣的你看黑人好了啊 他以前南北戰爭是在南部裡面棉花田當農奴嘛 那林肯解放黑奴以後是到北部的工業層裡面當公奴嘛 所以呢他們說我為你們好 你們最好去念兩種學校啊 家政學校 這當幫傭嘛 我規劃好你未來的路了 然後你念職業學校嘛 所以才會有到一直60年代的金恩牧師有沒有 金恩博士做民權運動嘛 所以我們不要老是在做那種人家的次等二那種工作嘛 我們應該也有機會改變我們的政治地位啊 社會地位 經濟地位等等嘛 所以這次是一個美國 不過我還是要回頭講說說 美國他們表面上應該都還會客客氣氣啦 不會這麼 通常就是說視教域比較低 相對剝套感比較大的 我還是回頭再講說 比如說我們念書的時候 你知道他們研究所的時候 他們都會所謂的成績都有所謂的 就是常態分配 那要多少人 你知道我們要平均至少要V嘛 沒有平均沒有V的話就要走了嘛 那哪些人是可以犧牲的呢 有色人種嘛 所以有時候我們拿到 比如說因為我們都是寫報告嘛 通常是寫報告 當然也有考試啦 那你都會有時候會懷疑說 老師到底有沒有改啊 報告的有沒有改嘛 空間就比較大 他也沒有上面沒有寫意見嘛 那我們知道有些老師我們就知道他專門在殺人 人是殺你啊 有些是態度是很不好的啊 所以有一次 因為我在美國念碩士嘛 那我當然可以距離以真啊 像有一些同學他是在台灣念碩士的 英文可能 英文就是說至少還看到老師還怕怕的嘛 所以我一直找老師啊說 請問你可以告訴我說我要如何才能 我的缺點在哪邊啊 我才能期末考才又可以報告改變嘛 你知道有些老師通常美國人都是客氣 有些老師就一副腳翹在上面 就一副很不了你的樣子啊 所以他看到我老外來敢跟你挑戰的時候 他當然是 當然是 你知道對我要客氣一點點啊 不能就把我丟到垃圾桶啊 所以這就是這個美國這個社會 就是也是人吃人的啦 就是好啦這個可能也是 不管是自己國家優先 甚至國家裡面還有分什麼 哪一種人種的優先 或人家講什麼白人優先等等 這些社會問題 當然我們不能去 去干涉或是說管國家怎麼自理 但是當台灣人或是什麼 很多的華裔民眾在美國受到欺負的時候 我在想說我們政府有沒有辦法 多一點點的努力或是多一點點喊話 因為我先來看這張圖 當然剛剛其實施老師 剛剛也有特別講到 蔡總統的確在新疆棉事件的時候 有喊到說人權是普世價值 我們呼籲北京當局 正是維吾爾族的人權議題 唯有停止壓迫 才能化解國際質疑 才能化解對立衝突 當然他發了這樣一個圖 有人給他埔長 就是說你為了人權議題在發聲 又有人覺得說 這個事情未明之前 我們總統去好像去選一邊站 反正就是只要是看到 是老公的 那我們趕快來發一個圖 反正這方向就是對的 那回過頭來 因為施老師曾經也擔任過 2016年蔡總統他的所謂的 族群政策的白皮書 在這樣的一個可能華裔或是台灣人 在美國被欺負的事件 越來越升高 你覺得蔡總統或是蔡政府有沒有責任 有沒有義務去為我們的同胞去喊個話 我先講個故事再來回應 大家知道李遠哲嗎 李遠哲他應該是UCLA吧 那我記得應該是聽他演講 他那個時候到美國會巡迴演講的樣子 我印象中他是說 他已經 我先講一下美國的停車好了 美國大學的停車 大概分ABC A是FACULTY 教員 OK B大概是職員跟研究生 C是大學部的 你知道 C就很遠的 離辦公室或離宿 那在中西部你知道通常有一些地方 通常會尤其是下雪的話 會要走一陣子 那我記得如果沒有錯 他當時已經得到諾貝爾化學獎了 那通常譬如說 即使是同樣的一個停車場進出去裡面 還有分啊 那他那個時候呢 他說他那個時候 那你知道通常那個就是守門的 有會跟你講說去這邊還是這裡嗎 他會跟你講哪邊比較遠 啊那個守門的是跟他講說去那邊 那邊大概是職業還是職業就去那裡 那我這一 然後當然他有點委屈他說 他是黃總人 那那個守門的是黑人 所以黃總人是不如黑人的 是 日常生活都有這樣子的 你可以理解嗎 日常生活都可以碰到 然後就好像我們日常生活 可能對費用或者是對移工 你知道那個態度就有一點 像我這個樣子大概就會被當做移工 哈哈哈哈 被盤查什麼 沒有人家費用至少 還有可以打情罵俏了 對不對 哈哈哈哈 好所以你回頭講說 其實這種東西其實是應該要關心 但是但是要關心 但是問題就是說 我們現在是美國的應聲蟲啊 你看他現在是應聲蟲啊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所以我一直對蕭美琴 我在批他不是因為他媽媽的關係 是因為說你當做我們的 應該代表我們國家去解釋說 我們萊豬這樣是反彈很大 尤其對執政黨來講是不好的嘛 你要去體諒嘛 但是他反而來警告我們說美國人不高興了 你為什麼那麼怕白種人呢 我們才不高興呢 因為我們是出錢的嘛對不對 所以呢因為美國 坦白講我們講說美國在商言商 而且呢他是會看人的 你距離以針 我剛才講那個老師是這樣子的 這就是一個縮影嘛 他就吞下去了 而且他以後不敢對我怎麼樣嘛 他這樣你會反抗啊 他知道我不是就是這樣子的啊 反正我老婆有念書 我就變成你知道 我們通常不念書改為F2啊 F2就是SPAW就是劍鼠嘛 對你還是可以留在美國嘛 我就像你也學毛澤東啊 到圖書館去打工就好 哈哈哈哈 好OK 那我回頭再講說 像我們像這個樣子 其實我有時候想說 我們就有點像19世紀 你知道我們當時不是 我們看到滿清嗎 有沒有末年 一開始的時候是英國大使來嘛 那慈禧太后要他跪嘛 他說我告訴你跪 甚至早期是不讓你到北京的 只能在廣州嘛 那倒是後來因為鴉片戰爭啊 中華兩次中華戰爭以後 被洋人吃了死死啦 所以呢就是基本上就以止氣死啊 看他白種人講話 西洋人講話就怕 那我們講一下 同樣是講英文的也很多種啊 講英語講美國人啊 加拿大人英國人澳洲人南非人啊 好 OK 好像講英文的不管他什麼 我們就怕得要死 然後呢這個 那個我們南洋來的 東南亞的就很瞧不起 那更不用講黑人啊 你知道其實這個也是我在想說 我們自己裡面是不是骨子裡面 就是我們也最近在講這個 COVID-19的部分 你有沒有看到像美國啊 那個西歐國家我們就放很鬆啊 那其他的中國那邊的 或東南亞的這個部分就很嚴 還是怎麼樣 那印度因為我們要突破嘛 是不是就鬆了一點點啊 所以這就變成說有一種 可能歷史性的先天上的心理 跟人家矮一結 第二個就是說結構性說 你現在政府啊 可能剛剛施老師講話也很重說 你要當美國的硬生蟲嗎 像這種事情其實我覺得 同樣的標準嘛 你就應該出去抗議或是聲援 哎這麼多這麼長的時間 我剛才特別查一下 我真的沒有看到政府 或是說蔡總統 為了說最近這個亞裔的事件 去發個聲或講個話 難道真的這麼怕得罪 你想一想 AIT最近才拿了一個什麼獎 給我來頒給獎 是是是 痛哭流涕都來不及的 哪敢這個樣子呢 所以我就覺得 你就看這些民進黨的這些做外交的 以前到現在大概就幾個嘛 一個是邱毅人 一個是小英 一個是蕭美琴 就是兩千年到現在 一直到那馬總統是另外一回事啊 就是這三個人 那現在多了一號人物是吳釗燮嘛 就是這樣子而已啊 啊這些我看起來這些外交的 其實基本上是不懂外交的啦 那就是懂英文傳話映生蟲啊 是啊 這個議題真的要談談不完 我們之後再慢慢好好談 什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